观传媒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张丹 1991年我读研毕业以后就去高校 开了红楼梦研究的选修课 到今天大概也有近30年了 在开课的过程当中 我也积累了一些体会 也写了一些书 包括最近写了《重读红楼梦》 然后我今天想借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读红楼梦的体会 那么从哪个角度来交流呢 就像红楼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刘老老开始说起 我也想借一个 好像是跟红楼梦关系不大的人 开始说起 因为今年正好是鲁迅诞成140多年 大家都知道鲁迅是现代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但是鲁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红学家 他关于《红楼梦》发表过许多真知灼见 所以我想今天开始讲这个专题 就先从鲁迅讲起 鲁迅讨论红楼梦有了许多议论 但是我认为鲁迅最欣赏《红楼梦》的 是对《红楼梦》的写真实反套路 他在《中国小说史略》当中曾经提到 说全书俗写 虽不外悲喜之情 俱散之计 而人物事故 则摆脱旧套 与在先子人情小说甚不同 也就是说 他写的内容 跟以前的人情小说 那种套路化的人情小说 已经完全不同了 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当中又提到 至于《红楼梦》的价值 可是中国的小说当中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 并无会事 和从前的小说 续好人完全是好 坏人完全是坏 他不相同 所以他其中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最后他总结说 总之 这由《红楼梦》出来以后 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如果把鲁迅的这两段话结合起来 那么鲁迅对《红楼梦》最看重的就是写真实 摆脱旧套 按我们现在说法 就是摆脱套路 其实《红楼梦》对摆脱套路 也有他非常自觉的意识 不过《红楼梦》在摆脱套路的作法当中 他的处理是非常艺术的 他可以说是用两种笔法 来写出了他对套路的摆脱 他是用套路的方式 模仿了一种才子佳人小说的套路 来讽刺他 然后才以从正面展开的方式 把他反套路的那种人情小说的那种故事 充分地展开 所以我们先来看 他是怎么以模仿套路的方式来讽刺套路的 在小说的第一回 他写了贾语成和曾家丫鬟一见钟情的故事 他基本上是模仿了一个 才子佳人小说的一个套路 所谓的《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石》 一般来说 这种套路总是一个才子 在后花园里跟贵族小姐一见钟情 然后这个才子进进赶考 最后考取公民 做了官 跟贵族小姐动放画作业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团圆的模式 那么曹雪卿是怎么来写的呢 他写贾语成和曾家丫鬟 也是一见钟情 当时贾语成到曾世尹家去的时候 看到了后花园的一个小女孩 说她虽然是长得并不这么美 但是也是有几分 姿色的 而那个小姑娘呢 正好抬头看到书房里的窗户后面 也有一个青年男子 长得很魁违 但是衣服比较破旧 所以她就想起来 是不是她家老爷提到的贾语成 因为这样想的 所以她临走时忍不住 回头看了她两眼 也就是因为她看了她两眼 所以让贾语成发生了误会 她以为这个小姑娘 就是一个封城中的自己 小说写得很有意思 贾语成看到这个小姑娘 回头看她的时候 说她心中一阵狂喜 那肯定是贾语成 财子佳人小说看多了 所以有小女孩这样的 来回头看她的话 她心里面就非常得意 因为她误以为 这个小姑娘对她钟情了 所以接下来她就失信大发 到中秋节的时候 甚至是豪情满怀 还说什么 天上一刃彩捧出 人间万幸仰头看 这可能是因为 她心里面有一个美人 作为她的一个动力了 所以她才会这样的豪情打发 不过她在这样抒情的时候 曾世尹就问她了 她说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抱负 为什么老是待在我们这个地方 不去进京赶考呢 这个时候贾语成才说她自己是没钱 曾世尹说你早就可以说了 因为曾世尹是看到贾语成落难的时候 一直想接济她 但是她认为读书人可能挨面子 如果忍不放给她一笔钱的话 可能会认为是羞辱她 恰好在贾语成说出缺钱的问题 那么曾世尹就趁机把资助她的事情说出来 贾语成得了钱以后 当时也非常高兴 而且曾世尹还给她约好了 说过了几天是黄道节日 我为你践行 想不到贾语成得了钱以后 第二天一早就匆匆忙忙 静静赶考了 她说我们读书的人是不管黄道不黄道的 我们想起来可能是因为她心里面想着 想着有个家人在等着她 所以就等不及了 急急静静去赶考了 她到了京城去赶考以后 果然是高中 而且又回到这个地方来做官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曾家已经发生了变故 首先曾家的小姐被拐卖 曾家又着了大祸 曾世尹又出家了 是曾世尹的娘子 一个封室带着丫鬟到乡村里面去 就回娘家去过了 等到贾语成回来的时候 他们曾家已经彻底败落 有官府有老爷回来 所以大家都在路边看 当时曾家的那个丫鬟也是在门边看 看到那个轿子里抬着那个官老爷 好像有点免俗 但是已经想不起来是谁了 到了晚上很奇怪的 说官府里面有人来找他 他们当时还吓得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是贾语成 其实在轿子里面 已经看到了路边的那个丫鬟 那丫鬟已经忘记他是谁了 但是贾语成心心念念还记住他 所以他是跟那个曾氏娘子的父亲谈 要准备把他娶过去 当然当时这个曾氏娘子的父亲是同意了 那个封宿就同意了 最后把他娶过去 这里面就有几个问题 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是等到就是封宿知道了贾语成 是要娶他们家的那个大丫鬟的时候 才说出来这个人的名字叫焦信 因为我们请大家注意 在之前谈到的这个贾语成 探中的这个曾家大丫鬟的时候 始终没说他的名字 只是到这个时候才交代说 原来官老爷看中了我们的一个大丫鬟交信 也就是说在这之前 他几乎是没有价值的 只有当他可以成为一个官老爷的小妾的时候 他才获得了好像给他一个名称的一个 地位 这里面这个故事 首先有几点我们觉得非常耐人虚伪 第一 尽管曹雪清好像写了一个才子家人的故事 但是他写的这个家人不是家人 或者说他不是贵族小姐 他只是一个丫鬟 其次贾语成尽管对他心心念念的不忘 但是他把他娶过去的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妾的身份 把他娶过去的 这也是曹雪清非常现实的地方 因为以他官老爷的身份 他不可能把一个丫鬟取过去为正妻 所以曹雪清采用了一个迂回的方式 先让他为妾 然后生了儿子 过了半年 他的正妻死了 然后扶正才成为正妻 所以作者在这里面把这件事情有一个总结 叫偶因一着错 变为人上人 有的版本是做偶因一回顾 变为人上人 为什么说这是一着错呢 其实交信多看贾语成良言 根本不是钟情于他 仅仅是发生了误会 因为他长得很魁违 但是衣服很破旧 让那个丫鬟交信 联想到他家的老爷说起过这个人 所以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所以你看在整个故事当中 尽管从一个套路上来说 作者好像写出了个才子佳人的故事 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但是首先小姐不是小姐 只是个丫鬟 其次他们的一见钟情也是一种误会 着重点出来的是作者 把这个丫鬟命名为交信 交信其实谐音侥幸 也就是说作者认为 在这样的一个即使充满误会的男女之间的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也纯粹是出于一种侥幸 那么从正面这个角度来说 他要写出的恰恰是不侥幸的一种女子生活的一种必然 那么这种必然正好是跟侥幸的一种生活成为对照 因为侥幸嫁给贾语称 作者对他的评价是命运两极 我们这里面把它解释 命就是一种物质生命 运是运气 命他的物质生命和他的运气 两方面都很好 这恰恰是交信所能够享受的 但是在小说当中正面展开的不是这样 曾家的那个小姐 英莲恰恰是有命无运 而跟英莲长得很像的一个女子 秦可卿 她恰恰是有运无命 所以这两个女子构成了红楼梦 作为一个普遍的女性的不幸的一个主体部分 来隐喻了红楼梦的主要的女性 基本上都是命和运无法凑合在一起 所以最终基本上都是悲剧性来结局的 也就是说 他在一方面写出了一个所谓的大团圆的结局 来对他进行讽刺 另外一方面 他正面展开的还是女性的一个普遍的一种不幸 是命和运永远无法结合在一起 这所谓的就是命运无偿 问题是 当鲁迅指出了红楼梦的 他的一种写真实的直面现实的这种勇气 但同时你会发现 中国传统社会对红楼梦的这样的一种独特性 他们是无法接受的 因为红楼梦他打破了大团圆的一种套路 让人来写真的人 让人来直面现实 所以有好多人就不满意红楼梦的这种反套路的方式 他们或者是用改写的方式 或者是用续写的方式 又把这种套路重新完成了 这是让鲁迅又深为不满的 鲁迅在评价红楼梦 说他是不可多得的时候 同时又讽刺了 批评了好多续作 他是把陈高本的后四十回的续作 放在一起来评价的 他说陈高本的后四十回 虽然在数量上只有前八十回的一半 但是他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前八十回的那种什么 大故跌起 也就是有很多的变故 而破败死亡相继 与所谓的石镜鸟飞独成白地者相辅 也就是红楼梦里说到的 飞鸟石镜个头里流向白茫茫大地 蒸干净这样的一个结局 基本上是符合的 唯捷步又骚症 也就是说陈高本只是在结束的时候 稍稍写了一点回光返照的内容 比如假被曹家的押解起来的贾舍 又给他放回了 然后贾兰又中举了 写了一点他们家族的一个 在整体上的破败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复兴 但是鲁兴说相比之下 其他续本 他说是或须或改 非戒失还魂 或者让民众来另配 避临圣诞当场团圆 所以他说是那是什么 看了小小的骗局 他们还不过瘾 又是中国人传统的是希望自欺欺人 所以是定许闭眼胡说一通 而后快 那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红楼梦整体上是它是有写出来这种悲剧的趋势 而陈高本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悲剧其实往下写的 但是其他的续作完全是闭着眼心胡说八道 这里面我们举几本小说为例 比如讲像龟厨子的《红楼梦》 它是从97回开始改写的 因为有好多人对宝代爱情的悲剧 特别是林黛的气势是感到不满的 所以他们就从97回开始续写 让林黛不要死 到了还有一种续作的方式 让林黛也死了 那但是林黛死了以后呢 他到了太虚幻境以后呢 好像还是活得好好的 也就是说死亡跟不死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且居然也后来也跟贾宝玉结婚了 然后呢太虚幻境和人间可以互相走通的 甚至呢 这个还去 林黛有时候还到人间去看看那个薛宝采 薛宝采呢还去祝贺祝贺 到太虚幻境去祝贺祝贺 这也是一种大团圆的写法 那还有一种呢 是从120回开始续写起 那是萧瑶子写的 就是说贾宝玉败别了贾政以后 他离开了 结果贾政去后面追 追啊追了就把贾宝玉给追回来了 然后他又让林黛又重新活过来 最后呢大家又开始一起生活 再接下去写个30回 同样是又回到了大团圆的这种套路上去 所以鲁迅把他评价为是中国人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影太重了 非得要闭言胡说一通才甘心 这反过来也是建出了红楼梦的一种不容易 它是不可多得 当然不管怎么说 这种续作尽管我们觉得它是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他毕竟他还是没说 这就是曹雪芯的原本 有的人呢是反过来 因为说你既然说大团圆不好 那我就是根据红楼梦的一个前五回 特别是第五回提供的线索 或者自研灾评语提供的线索 来把红楼梦的那种大的悲剧 他说把它接下去写 把它完成 然后写出所谓的真本红楼梦 而且你写也就罢了 他就说这是真实的原本红楼梦 那这样的状况 实际上是比那些大团圆的结局 我觉得是更差劲的 因为他宣布自己是真实的 甚至是曹清代的原稿 他没有说他是续作 那实际上这是伪作了 有的人还曾经说 你怎么不去写文章去批评他 我说这个不能批评的 发生这种事情是应该报案的 因为他是造假 售假 你去批评他 你已经把它放到一个学术平台上了 你即使批判他 批评他 你已经输了 所以这也可以建出 红楼梦的一种不容易 或者说倒过来通过各种续作 我们来衬托出红楼梦的伟大 好 关于今天的一个 从鲁迅角度来分析红楼梦 我们就到这里 当然鲁迅对红楼梦的研究 他的议论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也仅仅是从最重要的一点来谈的 其实大家谈到鲁迅的时候 更多的会想到鲁迅在《降斗花竹小影》里面说的 不同的人看出的红楼梦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鲁迅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独到的看法 不管怎么说 对我们还是有启发性的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